大家好,谭松云开记录透 幸日,谭松云与徐凯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正在火热拍摄中 而两人的拥抱录透照,也随之曝光 同时,狗仔也已似拍到了角落王凯的身影 怎么回事,你小子是来偷看老婆吗?可真是醋亡啊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谭松云与徐凯两人深情对视 随后徐凯将谭松云拥入怀中 这谁看了不眼貌桃欣雅 双方的粉丝,怕是恨不得魂穿到对方身上吧 《你比星光美丽》是由陈畅指导 该剧讲述了,学匠的创业者季星 遇上了副黑投资人韩婷后的职场爱情故事 徐凯英出演电视剧《演习攻略》 大伙之后,又拍摄了许多古装剧 而他的现代剧资源,也是不一般的好 曾搭档杨幂主演都市情感剧《爱的二八定律》 这一次徐凯演一副黑霸总人设,对他来说应该不难 毕竟先前的烈火军校中的顾颜真 也是一名霸道恼男,演一的可圈可点 徐凯,可能有些人不认识 但说起于正,大家可就熟得不得了 今天爆出徐凯疑似谈恋爱的绯闻 上热搜的却是他的老板于正不得不说 于正蹭热度还是一流 凭借复衡一招封神 徐凯出道的重磅角色,就是演习攻略的复衡 当时万千少女把复衡,当作初恋白月光 因此,徐凯沾了这个角色的红利 一夜爆红,不知道怎么评估于正这个编剧 有的时候他的剧本写得很好 有的时候却很拉胯 但魂显然演习攻略 算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佳作 本人觉得每人心急的剧本也还可以 总而言之,徐凯靠于正算是火了一把 但是这俩关系越来越铁的同时 小编也时常怀疑于正是在帮徐凯 选妃,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任网红女友大惊徐凯的第一任网红女友大惊 是在徐凯红了之后才被爆出来的 此人一出来就爆了个大瓜 徐凯有家暴倾向 还放上了自己受伤的图片 后面公关表示 是因为这个妹子跟别的男生打游戏 徐凯吃醋才打了她一巴掌 并没有她口中说的那么严重 后来这位太妹 还被爆出在街头对徐凯剖口大骂 你还拽不拽的视频 竟显示抱着本性 发现有镜头拍她 还骄傲地表示 就没有我征服不了的男人 徐凯这才被勉强洗白 让白露被迫成为小三 白露当年在微博上 晒出了一双高跟鞋 背景是徐凯前女友大惊买的床单 大惊瞬间坐不住了 发了一大堆 果翠 白露瞬间就成为 众矢之地的小三 而且即便是这样 徐凯也没有站出来 为白露发过声 要知道 白露是网红出身 她和徐凯搭到了招摇烈火军校 两个人感情特别好 徐凯还趁着白露注意偷亲了她 白露对徐凯也很亲密 太细时后还偷偷念了徐凯臀部 光是徐凯的这两段恋情 都可以看出 她对网红情有独钟 于政知道她好这口 后面签约的基本都是网红 对姐姐悲各种嫌弃 小编就起了个怪 徐凯演技那么拉 剧却是一步一步的没停过 不仅如此 她的颜值还特别不稳定 没有任何缘由 就突然发塞 实在影响观感 她跟杨幂掩爱的二八定律 全成冰块脸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表情 尴尬的小编脚趾扣地 说实在的 于政把她当个宝 说她是一线一员 但是杨幂的嘎比特总比她高 两个人在剧里面拍吻戏的时候 她对杨幂的嫌弃肉眼可见 先是跟杨幂一拍完吻戏 就迫不及待拿指擦嘴 擦了整整三次 小编突然想起来 杨幂和赵又廷拍吻戏 赵又廷突然离开去漱口 莫非杨幂嘴巴真有味道 但除此之外 薛凯对杨幂的嫌弃 还表现在直播中爱搭不理 得亏杨幂是好脾气 也没太在意 先任绯闻对象又是网红 徐凯新恋情毫不意外 又是和自家粉丝的网红谈恋爱 分别前在饭店门口轻轻抱抱 还摸臀部 是甜蜜小情侣无疑了 一人谈恋爱倒是正常 不过 恋爱至于能提高演技更好了 最搞笑的还是于政 表示徐凯跟网红谈恋爱 是一线一员下凡 让我们为她的自信鼓掌 至于于政 徐凯和白露被炒CP时 她表现得就像个CP头子 结果刚刚又在评论区 否认这俩人在一起过 还怒称 一线一员下凡谈恋爱怎么了 反正咱也不知道 她嘴里几句真话 就当个看客吃吃瓜吧 反观 王凯 每次的绯闻都及时地说清道明 不会给女方造成任何困扰 自从王凯 因为伪装者和狼牙榜 红了之后 也是立刻被各种负面新闻产生 例如之前的房东事件了 一封房东的信也被指示炒作 又有人群B party 所以现在一搜结果都是这样的 有人指出这照片 里面的其他11个人 全都是颇有名气的gay 而且他们还留下了不少合照 不过现在这些微博已经被删除了 不过就算王凯和这些gay们一起去旅行 这样就代表他是gay吗 然后有人表示 不不 gay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群gay去泰国干嘛呢 先看看KKW的微博 看起来是在饭店度假呢 但是却有网友发现 他们这个泰国跨年活动 好像有些玄机 小妹好像看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还有人表示啊 这难道是去泰国 泼水 小妹这里必须说一下哦 这个泰国泼水节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 还是这里由网友 提出的特殊意义的 泼水节 都是发生在四月的 而部分网友所指的 泼水节 则是指这个 虽然不能把 那些没有下线不文明的图片放出来 但是小妹可以告诉大家 那个泼水节的人员密度是这样的 前方高能注意 从网上爆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这个泼水节 无论是水里还是岸上都挤满了人 但是在网凯自己发出来的照片中 却是没几个人员 这差别有点大吧 所以说网凯去 泼水节 这个明显是没有实锤啦 而至于说网凯是gamer 人家以前不是有过女票吗 2007年的时候 网凯被拍到和香港女艺人黄翠如 一起看出租房 而且曾经在和仇女无敌的女主 上综艺节目的时候 网凯还收到过女朋友的来信 在今天网凯的经纪人也说了 轻者自轻 网凯的经纪公司也发出了声明 真正跟网凯传出绯闻的女星 是台湾美女陈巧恩 网凯爆红之后 就跟陈巧恩一起拍摄了 电视剧放弃我扎紧我 他们在剧中演的是一对情侣 CP赶爆棚 后来 就有媒体爆料说 网凯跟陈巧恩双方家长已经见过面了 网凯还跟陈巧恩连续三天都待在一起 有可能是好事将近了 可是就在大家准备吃瓜的时候 却有人辟谣说 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炒作新剧而已 而这两人的恋情也很快没了踪影 如今陈巧恩已经遇到了 他的真命天子艾伦 跟王凯就更没戏了 太放弃我扎紧我之前 王凯还拍摄了大爆剧欢乐送 并且一拍就是两部 这部电视剧不仅让王凯更红了 王凯跟剧中的两位女演员也传出了绯闻 其中一位就是在剧中跟王凯演情侣的曲小潇王子文 因为两人的CP感实在是太强了 而有很多粉丝 希望他们可以真的在一起 不过后来就传出了王子文已婚生子的消息 两人也辟谣说 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现在王子文虽然还没有结婚 但是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孩子了 他还跟吴永恩走到了一起 也没王凯什么事 另一个跟王凯传绯闻的 就是欢乐送礼的樊胜美 蒋星 这两人不仅被拍到了 一起回房间的照片 蒋星还直接在社交平台发文到 他说他爱我 并爱特了王凯 还发了两人的合照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是 这两人要关宣恋情的时候 蒋星却删除了这条动态 可能也是为了避免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吧 这两人的恋情也消弭无踪了 四 跟王欧也频繁传出绯闻 最后一个跟王凯传出绯闻的女星 便是已经传过不少绯闻的王欧 在跟王凯传绯闻之前 王欧已经经历了婚礼现场逃婚事件 以及跟刘凯威的夜光剧本事件 王凯跟王欧的恋情 是2019年4月开始传的 当时有消息称他们会在6月领证 不过两人很快就出来否认这件事了 结果到了2020年7月的时候 又有媒体拍到了 两人跟朋友一起聚餐的画面 王凯跟王欧还一次牵了手 但两人还是很快否认了 哪知到了2020年10月的时候 王欧又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两张秋天的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王凯也曾经发过 这一次两人都没再回应此事 对于王凯和王欧恋情的事件 还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王凯已经向王欧求婚了 还准备在巴厘岛举办婚礼 不过两人并未回应 这个爆料的真假 也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说 王凯现实的感情生活就是一个谜 不过也许他哪一天突然就官宣了 也不太确定呢 现在的王凯 应该还是想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吧 不然也就不会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了 白玉兰奖也即将颁奖了 希望王凯这次可以拿下师弟呀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